上个月22日,沁南多文化社团经济比赛和多文化和谐庆典在沁南道厅大讲堂举办。 沁南昌邻郡为帮助女性结婚移民者们的安定定居,正式开设了多文化家庭支援中心。 为帮助到内13000余名多文化家庭的安定定居,沁南道在过去的一年里展开了多样的支援。 借新年之际,沁南道推行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多样的政策和制度。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文化新闻主播张美。 首先为大家报道第一条消息。 上个月22日,沁南多文化社团经济比赛和多文化和谐庆典在沁南道厅大讲堂举办。 本次活动是由沁上南道为帮助多文化家庭的地气社会稳定而举办的。 经济南道和STX福祉用社会稳定。 和自然地气社会广告一天的在沁南道大文化社会上举办。 那么一天,600多文化家庭的地气社会上的相机会并联合了。 另外,不同的大文化家庭的活動 were conducted together with the booths, 在中間的中間的大文化家庭的活動中,食物等等。 而我可以支持和教育地權, 能支持他們的影響, 婚禮人生被我演出的魅力, 在說響聽響響響, 長輪的家庭教育和小孩教育的故事 和和俱ur的故事, 互相直接用兩語言的語言。 接下來, 第二, the event for solving questions about Korean and Korean cultures using a quiz was arranged and at the event, the marriage immigrant displayed their ability they've mastered all this while to their full capacity. In addition, the event was highlighted by the co-arranged stage by the Multicultural Family Support Center and Multicultural Family members. With the diverse stages with songs, dance and musical instrument performances going on, a bright smile was playing around the lips of all Multicultural Family members.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and I also have a lot of friends, and I also have a lot of friends. Through this event, Gyeongsangnam-do created an opportunity to have more interest in the multicultural families who are apt to be neglected during the year-end holidays and enthuse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local community. 沖南昌宁郡为帮助女性结婚移民者们的安定定居, 正式开设了多文化家庭支援中心。 昌宁郡支援中心具备咨询室、教室和育儿信息分享处等, 来帮助女性结婚移民者的地区社会定居。 此外,昌宁郡将该中心以韩语教育、多文化家庭综合教育和就业支援等 五个基本事业为主,语言发育支援和翻译服务等特性化事业也将同时进行。 为帮助到内一万三千余名多文化家庭的安定定居, 沖上南道在过去的一年里展开了多样的支援。 沖上南道将238名女性结婚移民者培养成为原移民讲师, 还安排30多名结婚移民者到各市郡多文化家庭支援中心进行实习, 为结婚移民者提供工作岗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各自进行的多文化家庭子女娘家访问事业, 今年起由沖南道和沖南道教育厅共同进行。 这不仅扩大了事业的效果, 还成为了实现多文化家庭及子女支援事业体制化的一年。 借新年之际,沖上南道推行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多样的政策和制度。 从新年起,为韩语不太熟练的多文化学生进行的韩语教育课程, 将在多文化学生所在学校里每周医务性教育10小时。 此外,沖南IA多享受卡签发对象变更为, 在沖南居住的三子女以上家庭中最小的满13岁以下和已经怀孕第三胎的家庭等, 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将大幅增加。 昌原市多文化家庭支援中心以结婚移民者为对象进行的计算机教室正式开课。 本次教育目的在于为结婚移民者们提供在实践中经常使用的Excel基础课程, 提高他们的信息化意识来增加就业的机会, 以入国一年以上的结婚移民者为授课对象每月免费进行。 昌原市马山多文化家庭支援中心为多文化家庭子女运营多文化游乐场活动。 本活动由结婚移住女性和满一到三周岁之间的多文化子女共同参加, 通过课程可以学习到多样的亲子交流游戏。 另外,教育还以幼儿游戏和幼儿艺能活动等刺激智力性活动为主, 还可学习到手游戏和服处等,增加了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 这里是Fill通知栏。 自2008年6月起提供的自动出入境审查服务, 只要事先注册护照信息和指纹, 就可以通过无人自动审查台办理出入境手续。 申请服务的乘客无需排队,便可自动通过出入境审查, 希望外国人居民朋友们多多利用。 为迎接多文化时代, 苍元多文化家庭追问中心提供外语信访文件翻译支援。 支援对象为在苍元市居住的多文化家庭, 提供包括英语、日语和中国语等信访文件的翻译服务。 请由于受信访问题困扰的多文化家庭朋友们多多利用。 自今年起通过Hi Korea网站, 可以申请滞留期延长或再入境许可等服务。 通过网站可享受信访手续费10%的折扣。 望直接拜访不方便的外国人居民朋友们多多利用。 1345外国人综合指南中心解决国内居住外国人们的一切困惑。 提供18个国家语言, 从沟通到各种与生活和法律相关的问题。 希望国内居住的外国人朋友们多多利用。 今天的多文化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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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